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诚已经在台湾有三个月时间刚刚好就是我们选战打得最激烈的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要听一下这个陈诚在这次选战当中的一些的观察 你们觉得说在这次选战里面你看到最觉得最新奇的或你觉得最让你觉得值得记忆的一种经验 就是候选人都会很接触民众吧 就来到民众中间然后就是不停的跟他们讲话然后交流很亲民的形象 一定要握手啊骑工啊这样子还有就是电视广告 电视广告对就是各种竞选的广告吧然后谈愿景谈自己的政治的一些想法 你觉得哪边的广告做得好都都不错耶 因为其实他们有分我有注意到好像有分阶段然后快要到选举快要去投票的时候好像就偏向比较温情一点的吧 就是感动大家的人心然后一开始就会有一点互相攻击的意味 攻击的广告都是他做的不是啊 这个是大师广告大师级在这个地方台湾的乱源就是他 所以陈先生你看觉得广告很好看竞选广告很好看每一次都能打动你的心这样子 你看到他们两边互骂呢 互骂我觉得这是好像选举中一个必经的过程吧 因为之前在美国刚好有经历到08年美国选总统 那时候也是互相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我觉得台湾这次还算蛮温和的 你其他大陆同学也会在谈台湾的选举吗 或者是我们真的听说大陆有真的有两亿人在看台湾的选举 应该是有因为大陆毕竟人这么多然后随便看看就两亿人这样子 可是就是好像我的同学是以国发所的比较关注 因为毕竟他们是台大那个国家发展研究所的 然后是两岸关系组所以他们都会非常care 是你大陆的同学 对他们会很care这个选战的事情 他们怎么谈台湾的选举呢 他们其实跟我想法也差不多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外面来的人是看热闹的心态 所以看一看就说 因为他们之前在大陆也没有这么近的参与过 然后进来看觉得好有热情很有活力的感觉 是不是会跑到那个竞选的造势场合去看呢 他们应该是有 他们应该是有 所以你自己没有去 对我没有去 因为我比较害怕人多的地方 他们去那些造势场合也会很激动吗 怎么会被那个情绪感染吗 倒不会他们还蛮冷静的 他们就远远的站在旁边 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记录 然后拍一些照片回来 这种的如果被发现一定 大家一定是 他一定是 他听得懂 小心匪谍 现在就在我身边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不知道你对这两组的总统候选人的评价怎么样 评价就是他们都是新生代的代表吧 六十几岁来 我看上去很年轻啊 我们还算小孩子 看上去很年轻都是 在我看来是蛮清新的形象都 然后蔡英文因为她是主打的女性嘛 以这个性别来 如果她能选上去台湾地区 第一位女性最高领导人嘛 这也是蛮特别的 然后马英九这边的话 主要是她很清廉 形象比较清廉吧 就是我们这边看来的感觉 你自己呢 我自己差不多 就这样子想 想要是你投票你要投给谁 这个问题 这样好好地想一想 不用啦 因为毕竟我手上没有选票嘛 其实很多时候 你要拿到选票 然后你要进到投票所 你才会真的知道你要投给谁 所以我觉得你看 你听他们诚诚讲话 就是知道他们还是有一个 第一个他们还是有一种外地人 看这个台湾选举 就是你们其实就是很清楚 你们不是台湾这里的当地的 这种感受 另外一个呢就是 你们要很小心地讲说 这是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绝对不能讲说 这个台湾总统 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们是在选台湾总统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比较好奇就是说 大陆有对于台湾的选举关注 是因为这个台湾的选举的方式 给他们有一些的感受 还是说只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情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是看热闹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 纯粹关注这个选举的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是我们生活中 不会经历到的暂时 那所以小部分人是还是有点在看门道 那可是大部分肯定是看热闹 所以你在这边你会不会感觉到说 其实台湾你看现在选举出来以后 最起码有六百万以上的人 是不希望跟大陆有任何友善一点的关系的 你会有这种感受 因为我是学生嘛 然后学生周围的人都还蛮友善的 可是我觉得必须要说 其实两岸应该要加强交流和沟通 民间的 其实为什么大陆人这次会这么关注 台湾地区的这个选举 就是因为平时的交流太少 特别是文化上的 两边的误解都很多 不是说关于就是各种 就是关于生活形态的误解都超级多的 所以我在台湾就会被人家问到说 你们大陆人会过春节吗 我觉得这种问题简直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那我回大陆也一样 人家就会问我说 台湾人很传统哦 他们他们春节是要怎样过啊 是不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还要拜拜什么的 就是讲得好像 跟我们完全是不同世界的人 其实都是华人 其实现在已经交流成这样 可是其实大家你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没听才能了解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听过HTC吗 有啊 现在大陆很有名 感谢梁文杰 我其实在这个 就学完以后看到网络上 有一些大陆的年轻的学生 就年轻人他们讲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像台湾那样 对不对 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对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对不对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搞自己的游戏 做自己的故事 所以你看到网络上那些年轻人 会期待这个事情 每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的想法 永远是让这个国家往前进的最大力量 因为他们有梦想 他们比较不怕这些包袱或什么 像晨晨小姐一样 她走到博外去 到了台湾 她看过了很多 她回去就是个种子啊 哎呦你不要这样讲的字很 抓去老改 对啊你看我现在可能就是说 你看我们跑到中国大陆去 我也敢跟那些什么共产党员或者谁 就讲台湾民主啊 对啊我也不怕什么啊 对不对 但是有赵宜如果说晨晨她 你自己是要讲 而且因为你是台湾人嘛 所以特别的 对嘛你就说说台湾 要上电视感 你要是天安门去讲 我现在是听我讲 什么意思 要天安门去讲 我的意思是说 台湾的人 你看经过这么多年的民主洗礼 我们是敢在公开场合 说明自己心里中对于政治的想法 嗯嗯 在偏好 嗯 对啊 我想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刚刚陈晨讲的一定很好 我们台湾的这个百姓啊 被视为都是很有亲和力 领导人啦 领导人也很亲民 但是我讲这个普遍的概念啊 我想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啊 传回去啊 当然有一件事情来讲 我们台湾的人一直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的民主制度 我们的嫌疾这样的情况啊 可以这个对大陆啊 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我想我们这个期盼 应该也不为过 因为两岸 是 毕竟在两个制度里面 互相做 做整个禁合嘛 嗯 就像所有人您先讲的嘛 对老师这 真的整个中国人不容易 只能做不能说好不好 就像以前的台独一样 对 真的我整个良性的电梯里面 这个讲的话 李老师讲的这个东西喔 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了哪里 你知道 香港啊 你看这次他们这个特首在选举喔 我在看他们的电视 还有看他们的这个新闻报导 我发现奇怪的 香港的特首 什么时候开始直接选举啊 他们是间接选举 可是他在特首的 在那种所谓的 刚才那个晨晨讲的那种 所谓清明的作风 我再看一看什么 全部都跟台湾的那些 互选一模一样 后来我还问香港人喔 我说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开放那个选举了 他说没有啊 我们是有一群 这个一群人 然后他们来选他们特首 所以我没有 他说他们没有全力选特首 没有直接选举 但是特首还是要 但是特首变成说 也是跑到像我们候选人一样 跑到学校了 跑到菜市场了 然后去看什么 全部都是这样 这一次喔 我特别 我可以强调是 这次来的时候 香港团这次有派人来看 香港有关群人 很多人来派我们 台湾的选举 我其实上次在新加坡的时候 刚好碰到他们新加坡的选举 其实新加坡的选举的方式 也被台湾改变 因为原先他们是一党独大 后来真的是 就是到最后有两党的竞争以后 你看他真的是 在市场到各地去败票耶 所以大家看来说 我这好台湾喔这样 我有一次 香港某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跑到台湾来 我一个朋友叫我说 你来跟我一起跟他吃个饭 你跟他讲台湾怎么选举呢 他们在香港 他们想要开始 用台湾的选举去选这东西 我就跟他吃个饭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告诉你 你在党里面有没有正妹 然后我就拿给他看 你看台湾你看 民进党里面每一个女生 正妹 画得跟什么样 然后我给他看 他刚才说 某啊某啊 我们没有这个 某啊某啊 我们都找到不怎么样 下一次就有了 明年就会有了 帅哥美女出来 然后清新的年轻人 编一首歌上街 编一个舞 对不对 什么什么爬啦爬啦 什么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所以真的会 真的有会觉得 其实是看得出来 台湾的方式其实在 华人地区来讲的话 会有一个感觉说 这种方式 其实在华人地区 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 站在我这边 我不能明确的 给出这样的答案 因为毕竟 我刚刚来这边才三个月 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对这个整个体制 还不够了解 然后也没有深入到里面去 我连投票权都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参与到 你会看到那种返乡大军那种 那种坐着飞机回来 就自己这一票不能够丢 一定要投下去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从美国回来 两点半到机场 拖着行李到达投票所 四点整 他投下那一票完成 是用这种的精神来投票 这是台湾的投票 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参与 就是一种很强烈的参与 那种很接近的 拿车票是一样的心态 排三千三月一定要过 一定要到的那种 对 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 这个大陆来讲的话 对台湾 原来的政治是负面的 你看 讲到说民主 民主就是要打架 这个这一次来讲的话 稍微能过 这一次 越表现越好 这一次两个候选人的表现 那种 确实是对大陆有的 我看他们的那种网站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还反而对这个蔡英文的败选感言 突然感动 他们还觉得说 哇 这就是所谓的君子的风度 因为他 他虽然 虽然他的检讨的方式 是我们 这个败选的理由 是我们不能接受 他所表现出的那种礼貌 和那种气度 然后承认败选的那种 一让而生 退而引 奇争也君子 对他们来讲 这影响真的是很大 而且他们羡慕的是什么 羡慕的就是说 很激烈的竞争完了以后 到最后又去平淡 然后胜负一分 然后去平淡 然后败选的人 承认败选 就是稍微有一点 比较美中不足的 就是梁文杰今天又出来 对 叫大家不要买HTT 搞得他都知道HTT 是什么 可是 可是 依照民进党自己内部的 这种检讨之声 他们其实把蔡英文 所有这个败选声明 得到的好的名声 全部消耗掉了 而且他们斜眼看他 蔡英文你赶快走吧 因为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了 因为我们改变了你了 已经跟我们同类了 不好玩了 趕快走吧 不光只是同类 而且连新生的一代都已经毁了 所以你看 我想承诚一定觉得我们这些的 这种座谈的节目 尤其台湾的媒体 一定在这个选举当中 你看到台湾的媒体 一定觉得眼花缭乱 对不对 是 这个有很深的印象 非常深的印象 这一点 就是每一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吧 然后 有些还 立场还蛮明确的 可是这样看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经验 比如说某台 因为对这个 我们新闻夜整会 这样的一个心态 有好感吧 当然了 没有好感就不会来上了 通通被领 可以用这种方式谈政治 也可以用这种笑笑的方式来骂人 对不对 台湾还是很棒 对好 我们是至少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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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要补充奖的吗 对 大陆人学就讲说 套用台湾的电影 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选举 哇 好 OK啦 够啦 对 对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